有沒有很掛念德國唱的? 我覺得德國那些德國唱真的很好 我們主詞人很喜歡問這些 我不喜歡自己說話表達能力那麼差 我又不覺得你表達能力那麼差 他對自己好笑 我想你最初就比較差 其實我可能會繞很多個圈 但其實是講一個項目的 因為我很多東西想表達 但我不會用什麼詞語或方式 我的文章都錯了 現在會不會好一點? 會不會是因為你從別處回來? 我不覺得我有一個母語 中文、英文、國語、德文四個 我都不覺得有一個是我母語 我不覺得有一個屬於自己的語言 因為我十三歲去了紐西蘭讀書 就全英文 然後我十三歲的中文程度又不是特別原理 然後英文 然後去德國三年就德文 所以我沒有一個好像是我最可以完全無理的一個 但你去德國的時候是沒有學過的 然後到十九歲 是德文 零開始 零開始 現在記得嗎? 現在沒有那麼流利 因為沒得說 不要浪費 不要浪費 一直找德國人在那邊說才行 你找一個德國男朋友 對 或者找一個朋友也好 你一直用 不要浪費 因為我覺得你再學你都沒有那麼喜歡 對 而且沒有那麼有心機 所以就是很混淆 你不知道誰是沒有緣 我發開口夢 我會講三種語言 那你就變得很難去表達自己 因而又回到剛才的問題 所以很多人就誤會你了 也可能是 嗯 有沒有很想念德國腸 我覺得德國那些德國腸真的很好 我們主持人很喜歡問這些 是很好吃的 是很好吃的 十三歲的時候 家裡就放在外國讀書 有沒有怨的 因為我有些朋友 覺得太小過去會怨 不是自己想去 也有怨過 有時現在都會 看回後都會說 其實我是沒有家庭的成長 我一個人十三歲 所有事情都自己面對 也有的 但當然 我不是這麼想 我是很感恩出去 我很喜歡自己是multi-cultural 還有可以這麼小 已經見識這麼多不同的人情世故也好 文化也好 語言也好 是的 我是很開心的 很感恩 還有當時我爸爸媽媽 我爸爸是警察 公務員 他又不是高級的那些 所以他們是很辛苦 才能儲得那份學費給我去 所以我也很感恩 哥哥就去了蘇格蘭留學 哥哥原本是紐西蘭中學 然後大學就去了蘇格蘭 然後就在那裏做老師 OK 那爸爸現在就退休了 爸爸退休了 我選港姐那年就他退休了 哦 好像交接一樣 proton姐 學妳之 appel 來了 來了 datab